南剑园没有再浪费时间 羊头就把瓶子里的毒药一饮而尽 霍姨注视他全部都喝下去之后 把抵在他腰上的枪给收了起来 南剑园喝完毒药第一件事情 赶紧用叉子插了一个大草莓塞进了嘴里 认真地跟丽北爵提了一个建议 我觉得你这个药口感不好 太苦了 影响喝药人的心情 如果能够调成水果味的 那就好了 霍姨的额头划下了两根黑线 这个人是神经大条呢 还是脑子有问题啊 谁还会管毒药是什么口味 难道还要做几种不同口味让人挑选吗 你嫌得慌你可以试一试 丽北爵是唯一一个对他的建议无动于衷的人 前提是你要专心帮我要你治的人治病的情况之下 南剑园眨了一下眼睛 不明就里地歪了歪头 你让我帮你治病的人不是你的女儿吗 女儿就女儿干嘛弄得这么神秘呀 你放心 我会帮你好好治的 我药都喝了 我要命的 南剑园耸了耸肩膀 神色放松的样子 完全不像是刚刚喝下毒药的人 丽北爵注视他的眼睛 半赏率先站起身 举高临下地盯着他 我知道你很擅长解毒 你最好不要跟我玩花样 不然我会把你连人带车 挖个坑埋了的 南剑园被他如有食指的目光盯着 心脏的地方就像是漏着风 全身不由自主地发冷 他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就听到居傲的男人冷峻的警告声 这期间霍一会盯着你 要是他发现你在做小动作 他会直接打断你的腿 反正你帮人看病 也不需要用到双腿 你要是想一辈子坐在轮椅上 你就作死 他说完 伸手牵住了赤恩恩的手 走吧 回家 你不去公司了吗 不去了 他找到了男剑园 对他来说 这件事情要比去公司开会更重要 他要先把人带回去 让他帮诺诺看一看 他拉着赤恩恩走在了前面 在和男剑园擦身而过的时候 吩咐霍一 把他也带上 是 决业 霍一戏装革履 看起来一板一眼的 但是属于斯文俊秀的类型 陌生人看到他完全看不出 他是那种会眼睛不眨一下就掏枪抵着别人的那种人 南剑先生 请吧 之前他还掏枪抵着别人呢 这会儿他又客气礼貌了 南剑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任命地站起来 最后看了一眼桌子上还没怎么动过的草莓蛋糕 就像是在哀叹自己逝去的自由一样 那个 我 我可以把蛋糕带走吗 霍一淡定地垂下头 温和地拒绝了 南剑先生喜欢吃蛋糕 可以到碧桂园吃 碧桂园有专门的五星级蛋糕师傅 南剑先生想吃什么都可以 南剑园彻底地认命了 在霍一的监视下 跟着霍一上了路边的路虎车 车子开回碧桂园 用了有半个小时 一路上 南剑园都在东张西望 当进入豪宅时 他忍不住地发出了咋舌的声音 有钱人 那块油画 那不会是梵高的向乳葵吧 那边那个是那喊三不曲 你